老婆 起來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樂 老婆 我有一個禮物 你看一下 這是啥 嗯 一起床嗎 嗯 幾點了現在幾點了 現在8點半 我的寶寶 我的寶寶 好嗎 你現在打開 等我打開嗎 我先去洗個澡 好 好我去洗澡了 我現在洗完澡了 然後剛護完膚 給大家簡單說一下 我的這次帶的護膚品 我帶的其實不多 一個那個爽肤水 就是我媽上次 從日本帶回來的一個這個 他們精華我帶的是這個 雅頓的菊燦精華 那我一般是上午 就是早上護膚的時候 擠一磅的量 然後晚上才擠兩磅的量 因為白天那個太陽比較大 然後塗這個精華之後 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那麼眼霜我帶的是 這個蘭貝爾的眼霜 還真的是用量實在是太省了 每次用它這個小棒棒 蘸一下 就輕輕地蘸一下 然後兩隻眼睛都夠用了 我覺得這麼一罐 能真的用到地老天荒了的 然後那個臉霜 我就用的這款 Chanel這款 保濕的面霜 這個我覺得就是很適合夏天 就是對我這種大乾皮來說 夏天或者在熱帶地方 也挺好用的 完全沒有那種 糊一層的感覺 就挺清爽的這個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好的 我就是想跟大家說這個 Chanel 這個身體乳 這個我當時也是 我其實不知道它 我就隨便買一個 想說比較輕薄一點的 然後我就在手上試試一下 我就買了這個Body Tonic 這個超好用的 然後一個是味道特別好 一個是它特別的清爽 你在夏天啊 或者是在這種熱帶地方用 你都不會覺得它很黏膩 如果在德國小夥伴 你們可以去 就是你們很怕那種 特別厚的那種身體乳的話 就可以去試一下這個 我覺得這個特別好 推薦 吹一下頭髮 然後就換衣服 去吃早飯了 吃飯吃飯吃飯 餓死了 你們看我的小裙子 我這邊小裙子 是一個臉體褲 是這樣 我是小仙女 我是一個黑乎乎的小仙女 好光了 好光了 手手 好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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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光了 攝影機 去哪裙子 在你身上 吃飯 來吃飯 现在我们要坐在海滩上了 我准备化个小妆 然后等一下去开我的生日礼物 先涂一下防晒霜 那个啥 我们现在屋里那个空调有点问题 然后工人正在修 所以我们就先在沙滩上躺一会 我现在就用一个非常丑 大家都想避免的一个角度来拍 因为我的三脚架就这么高 没办法 那我化妆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猫里求斯吧 我觉得首先九月中到九月底 这个季节来其实是最好的 现在刚好听当地人说是 冬天到夏天的一个过渡时期 然后这个气温啊气候啊 还有海浪的高度什么都特别合适 然后而且我觉得旅客真的 游客真的不多耶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是酒店太大还是酒店太多了 反正感觉真的游客不多 没有说到处都爆满那种 然后我跟马丁呢 我们俩没有说太多的想要去逛一下这个 猫里求斯这个岛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城市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之前路过一些 就是从酒店回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就会路过那些村庄或者是 他们的城市吧 会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挺穷的吧 还需要发展 然后很多地方就能看见我们中国的那个 给他们原建的一些项目的一些那个牌子 标识牌什么的 有些制造工厂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写着中国什么什么集团 然后在那就帮他们建东西 我觉得特别自豪 每次看到我就跟马丁说 你看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帮他们建的 这是我们中国在这弄的 然后还挺自豪的 我感觉我们中国给毛里求斯应安园建了很多项目吧 我们俩有去做一些野外的活动 比如说到他们那个自然森林公园里面 去划那个好几个那种划锁 然后还有开那种越野车 真的在深山里面开特别爽 然后还有那个去划了一个最长的锁道 对 然后还有那个吊桥什么的 就这种活动还挺好的 然后其他的时间呢 我们俩基本都是在酒店里面度过的 因为酒店里面 哇风有点大 我希望你们能听见我 我先离近一点 看起来很丑 你们可以先不用看我 直接光听我说就好了 然后这酒店里面其实有很多活动 它酒店属于 这边酒店都是属于度假村的那种 就里面什么都有 吃花玩乐 娱乐项目 应有经营 然后有些 因为它刚好就是在海滩上嘛 然后那些水上运动 它酒店都会提供 马丁华和风帆 那个我觉得女生真的有点做不来 太难了 完了以后 嗯对 我们还去 有一天去跟团去做那个 不像是跟他们讲着 我的手都挺了 去看海豚 而且我们不光是看海豚 我们选的那个挺好的 我们是跟海豚一起游泳 那个真的是一生一次的经历 真的 我觉得你们来毛里求斯 真的不能错过这种经历 然后 而且有很多团 它是那种 你就跟着去 然后看一下海豚 然后就在船上面拍照 就那样看 但是我们是真的要下 真的下水了 你知道吗 就跟着 就追海豚 然后跟海豚一起游泳 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 不过我觉得 还挺 有点害怕 如果你是 你对游泳不是特别好 你游泳不是特别好 或者说你比较害怕深水的话 还是先去浅 先去那个浮浅 试一下 然后再去下海 不然真的挺害怕的 我第一次下海就 就有点 就是 panic attack 你知道 就是恐慌发作 然后因为 因为 你在那个船上嘛 然后那个向导 他就要看海豚 他们在哪 然后看到以后 就赶紧就催你 你说 好好走走 跳跳跳跳 下雪下下下 走走走走 然后就特别快那样催你 然后催你 你就直接是深海 这样 已经很久没有游泳了 我就直接下深海 而且你 一下去就是那种 深不见底 然后水又特别 颜色特别深 一下看不见脚底 然后就特别可怕 其实 然后我又不习惯 用那个呼吸的 那个管来呼吸 所以第一下 特别恐怖 一下水就 就不行 然后我想说 我要赶紧回船 上船上船 然后那个向导 特别好 他人 他就一直抓着我 他就一直安慰我 说没事没事 你要放松 呼吸呼吸 然后什么的 我说不行不行 然后就硬 我差点把它给 拖下水 我就一直抓着它 然后那样子 他说 然后最后他就把我 给弄上船了 让我先休息 就是让我先缓一缓 特别恐怖 然后他说 你不要 下次 你可以抓着我 但是你不要 把我往下拖 你这样子拖 我也没办法救 你帮我拖下水 我也没办法救你 因为我这一次 我真的是压着他肩膀 那种特别 你当时人整个 就是惊恐的状态 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再试一下 然后我在船上 还了好长时间 那个水倒是不冷 可很神奇 这边就是 但是第二次我就又下水了 下水以后 就好一点 比第一次好多了 我就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用 那个吸管来呼吸 我当时还不适应嘛 然后他就说 那像老师说 你不用那个 那个呼吸管 呼吸 你就直接憋气 我让你低头 我让你下水 往水里看 你就紧看 那个鲸鱼 海豚就好 我刚刚是一直在说鲸鱼 其实是海豚 对 完了以后 我就跟着他游游游 然后他就赶紧说 看下面 亲爱亲爱 look down look down 然后我就 直接就憋口气 然后下水 就看见海豚在我下面游了 老婆就超激动 那个感觉真的是 你真感动 超感动的那种 一群海豚在你下面 你当时已经 那个时刻已经就 忘记了 害怕了 然后马丁那会儿 就不知道游到哪儿去了 他就跟着海豚 他还挺大胆的 他也不怕水 他游泳也好 然后他就一直 跟着海豚游 虽然我们人类是 游泳肯定是 追不上海豚的 但是他们海豚 有时候就是会 比较慢慢 像等我们一样 那样子 然后马丁就离特别近 超爽的 然后到现在想想了 我还是有 那么一点点后悔 我当时很害怕 但是如果让我 再来一遍的话 其实我也不想去了 因为深海 真的太可怕了 就很多人 我们那一批人 下水都第一次 都是恐慌 你知道吗 就赶紧上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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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好了 老公 不好看 不好看吗 好看 我是不是最好看的 最好看 最好 不要翻白眼啊 说了实话 我的二人最好看 嘿嘿嘿 蛤 你太好看了 你们觉得他们太好看吗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太夸张 太夸张也不好 哈哈 刚马丁就一直要在屋里待着我 我说我们去沙山上继续躺着吧 他说哎呀我想在屋里休息 我想说 为啥在屋里休息 结果刚刚就有人敲嘛 然后是酒店工作人员给我送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 两杯香槟 还有我的蛋糕 就是马丁给我计划的惊喜 原来是这样 他说他约好了是下午两点送过来 怪不得 我就说怪不得你要在那个屋里休息 这香槟上面 哦这上面上面有那个保鲜膜罩着的 然后就是我的蛋糕 嘿嘿 哎呀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蛋糕 但是在异国他乡能有这种待遇 我还是挺开心的 谢谢老公 啊没关系 你过来给你一个亲戚 哈哈 谢谢 我们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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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是本人 你是 很好 嗯 还有啥你想你想让我说啥 没关系 啥嘛 你说你说你说 你说 你现在切吧 嗯 就说呢 就说呢 你现在切吧 就说呢 怎么省省省省省 昨天下午 然后那个前台酒店前台打电话过来 然后他就说 他就特别积极的去接电话 说我来接我来接 然后我想说咋了 然后他又说了我的名字什么的 反正我当时其实我稍微有点那个起疑心 但是没有多想 因为他跟我说是因为什么 呃账单的问题啊 什么护照的问题 他就编了一个理由 你可以你可以 那真的吗 那真的吗 那这个怎么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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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蜡烛怎么点啊 这 这 这是蜡烛呀 那是蜡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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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没有了解 但是我们没有了解 这边可能更好 我们没有了解 我们没有了解 那是蜡烛呢 这就是蜡烛 没有火 我已经切了 没有火 怎么点啊 这怎么点啊 那就是不点了 那就是不点了 就说 现在就 不是吃了 那是吃了 这是吃了 是吃了 啊 啊 好的 怪不得 怪不得今天早上 我让他拿个面包当 当午饭 他说不拿 原来有留着这一手呢 好啦 我先许个愿 再许愿 再不许 好 OK 没有点的蜡烛 我就拔掉了 一定不懂事 盖 好的 真的 我一个人做了 我一个人做了 好 哪里有呢 好 好的 好 好 给你这个,哎呀! 我原来是 给你这个带巧克力的 这么大 还可以 Sophie Kuchen 你喜欢这个吗? 当然,那是吧 Gobusta也很好 来一个 哎呀,巧克力 就这样吗? 好 吃了 干杯 干杯老婆 谢谢 诶,你还没吃得到? 有了有了 好喝呢 好喝 这么多 我们要放个音乐,等一下 尝一口吧,这个蛋糕好不好吃 好吃 你咋知道好吃,还没吃呢 好吃吗 椰子 Cocosmus 好吃 好吃 好吃的,是椰子的蛋糕 嗯 嗯 可以啊,妈爹 就这样表现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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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更好看 嗯 拍一个视频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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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是吗 谢谢 你不想骂我 我对我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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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骂我 我看 我看 你说你咋这么好呢 你说你说你是不是为了故意在我家人面前表现 嗯 我知道你说是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故意的说是还是不是 不是 真真 你是不是故意想要表现呢 你就说是 你就说是还不是吧 是还 是还是不是 是 我们在这个酒店认识了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中国姑娘 我们在这边实习的Lily Hello 然后我今天刚好就把她悄悄的叫到我们房间来一起吃点蛋糕 吃点蛋糕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 特别特别可爱 她在这儿实习半年 然后一个人内蒙人是吧 厉害呢 都能到毛里丘寺来实习 你说我当时是干啥去了这是 哈哈哈哈 就刚好请她来吃点蛋糕 好现在吃完蛋糕我们要去游个泳 马丁游泳 我要在那躺一会儿 然后吃我的面包 早上吃了早上拿了一个 然后你当日饭吃的 但是刚才吃那个蛋糕已经吃差不多饱了 现在就去晒晒太阳休息一下哈哈 之前去游了一会儿泳 现在有点累 马丁主要是马丁游泳 在那晒一会儿太阳 她现在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在那儿看一会儿 视频什么到一会儿就准备去打一下台球 或者是打乒乓球也行 到时候看吧 昨天打了台球 今天可能再来两局 然后以后晚上去吃晚饭了 我希望今天晚上是那个 因为他们 诶我这个角度 怎么嫌的我这么肥呢 是不是因为我头发的问题 嗯 韩子酒店每天晚上的晚餐都是不同的主题 然后就是有意大利餐 有印度餐 有他们当地的毛里求斯的那个饭 然后还有亚洲 有一天是亚洲餐 呃今天晚上是法餐 我跟你说法餐真的 不是像那种餐厅里面那种 特别特别怎么说呢 不好吃或者说不实惠的那种法餐 我看了是真正好吃的法餐 他这个晚上的餐厅里 然后我们俩都特别期待 就感觉做的还挺正宗的 然后尤其他那些甜点都做的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们还挺期待今天晚上的晚餐 我那个角度真的是不行 真的是我得这么着坐着 上午的时候 我把我的礼物给拆了 我的Chanel包包 我的第一个小香包 然后我拍了一个开箱的视频 然后跟我爸妈视频了一下今天 然后我本来没有告诉他们 我这个纹身的事情 我这个纹身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弄的 六月 六月还是七月的时候弄的 然后我没有告诉他们 然后之前我的朋友圈发那个照片的时候 其实是远景 然后我我妈给点赞 但是我想然后没有回复 我想说难道他们没有发现吗 然后我就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 结果今天给他们 给他们坦白的时候 我妈说她其实看到了 但是她想当面问问我 然后我爸妈完全就是很接受 然后我发现我爸妈特别开明 现在就很接 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是什么意义啊 什么他们还觉得挺好看的 我妈就说觉得有点大 但是就其他挺好 然后问我马丁喜不喜欢什么的 反正就你知道传统的那种父母吗 都觉得嫁出去的女儿就是要看你的丈夫喜不喜欢 你搞这些幺蛾子 然后我爸妈还挺支持我的 我现在特别感动 我觉得我爸妈真的是非常非常开明的父母 对 而且他们就让我变得很独立这样子 马丁你干啥呢 很累 你干啥呢 我可以用iPad 现在已经五点半了 六点半就可以去吃饭了 但是我现在不饿 因为我中午吃了蛋糕 那今天就是这样了 非常平静非常悠闲的过的我的三十岁的生日 觉得就是跟这个年龄还是比较匹配的 比较沉静一点 这个生日过 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二十几岁过生日 哇塞 然后就每次 老还是跟家人朋友去庆祝啊 吃一大顿饭啊 又是蛋糕又是这呢 特别就是一整天都在庆祝的感觉 现在就是非常平平淡淡的这样子 过一天就当庆祝生日了 嗯 我觉得也挺好的 可能以后慢慢的也就是这样了吧 生日也不会太大的庆祝了 希望今天晚上的法餐里面 会有什么面之类的 或者说鸡蛋 我只知道过生日吃面 叫做长寿面嘛 然后我今天那个前台那个Lily 那个女孩 她跟我说也可以吃鸡蛋也算 然后鸡蛋就代表着那个lucky 幸运什么的 嗯 不知道 还有这个说法 所以今天晚上看一下 有没有类似面条之类的东西 就吃一下象征一下吧 嗯 我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 对 嘿嘿嘿 你们看现在就是有一种 岁月静好的感觉 阳光透过那个落地窗 落地门照进来 刚好是日落的那种夕阳 然后外面 可能这个相机里看不出来 但是我从这个房间里 就能看到 直接看到外面的大海 给你们拉近看一下 好像可以看到 然后花啊什么的 你们看到了吗 大海 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宁静 现在 内心也非常的平静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饭啦 刚才打了一会儿桌球 打了两句 然后今天晚饭的 然后今天晚饭的 装扮是这样的 这个白色的小裙裙 然后配我这双MiuMiu的鞋 还挺配的 这个鞋子 是这样 我本来想穿那双黑色的高跟鞋带 我没骂谁骂你了 一说话就什么爱你 本来想穿那双黑色的高跟鞋 但是觉得走路 哎呀实在是走两步还行 走时间长了不行 就这样吧 现在马丁在换衣服 他在敲他的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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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啊马丁 哎呦不许脱裤子啊 没事啊他已经穿好 哎呦还好爱 好棒 那再长得更好 那看似我的肚皮 今天不是很饿 因为这午吃了蛋糕 所以我现在不着急 他慢慢换 老公 你喝啥 老公你喝啥 我不知道 他跟我来 等一下 好甜 好吃 鲜鱼好吃 炸鱼 嗯 我们刚刚吃完饭,然后没有任何的面类,没有长条形的食物,所以根本也没有吃到什么长寿面之类的,鸡蛋也基本没有,然后,你干啥,然后我就突然,哎呀,想家,突然就有点落寞,虽然过得挺好的,但是还是在这一刻特别的想家, 想我妈做的饭,我觉得我以前过生,我妈在家给我做的好的,哎,马丁,走吧,咱们回中国吧,走吧,去不去,再见,过年我就可以回家了,耶,那回去,我们刚才去吃完饭去散了一圈布,然后现在回来洗一洗,准备睡了,我现在刚做完护肤,然后贴了一个眼膜, 这就是还是那个眼神蓝带的夜间修复精华的眼膜,这个简直是良心眼膜,我跟你说,万年回购都是它,他们家精华实在是太多了,多到想哭,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眼膜,那个精华够刷一脸的,刷两张脸都够了,所以你们没有用过的一定要去用,非常推荐, 30岁的生日就这样过啦,嗯,那也祝大家晚安,或者是早安,那我也祝大家不管到什么年龄都要保持一个年轻,然后平和的心态吧, 然后希望大家天天开心,那就这样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